咱们不提家事了好吗 家丑多丢人呐 她不要脸我还要呢 说好的家丑不外扬 大S前婆婆张兰在22号又打自己的脸 率先开炮啦 先是发了两篇漏漏等的十点声明 一一指控大S的声明 总的来说 一 赡养费是用妨碍秘密手段换来的 二 前媳妇许女士才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我 我忍着夸她好 其实心如刀割 三 许女士早就不爱小飞了 要去跟韩国人结婚 还装纯洁圣女 小飞在爱情里犯傻 竟然把再婚不付赡养费条款给删了 四 许女士用各种理由要求加码给她钱 我儿痛苦的不得了 这些恶毒恐吓讯息都还留着 五 许女士百般阻扰我看家人 也不让家人来看我 让家人们来看奶奶好吗 六 呃 类似第四条 家勒我直来直往不会嘴巴上说不出恶言 都直接凑干打掉啦 七 都和别的男人成立一个家勒 就不要急需列家用生活费 小飞付了很多钱 甚至多付了五百多万 我儿都可以多付几百万 怎么会故意不付家用电费几十万呢 八 呃 通第五条 家勒连视频都不让打 九 呃 通第二条 请自行回缩一下 十 总结 许女士保证不再婚 怎么又结婚了 我儿太傻了 怎么会同意删除再婚 限制赡养被条件呢 接着在下午曝光 彪妈S妈半小时的录音档 你看您多喜小丑一样的在那表演 我都不说了 但是呢 是我们家的骨肉 我们已经很忍让很忍让了 咱们不能把人家逼到 咱们把这个撕破脸 对吧 你们会编剧本 我会讲事实 汪小飞他忍 他让 这大S太歉疚了 他太忍让了 他太暴容了 这个老头子 住着我们家汪小飞 血汗换来的这个房子里 对我们多大的侮辱啊 还跟着表演 你和你的小S 把大S害了 你知道吗 你这个当妈的 天天在那表演 你恶心了 你你当妈的 你把你女儿害死了 你懂吗 小S在利用大S 你完全你们没拿她当人 你们就拿她当工具 天天的 您一出一出的戏在那演 你说是跟汪小飞分手 才跟这个大光头联系的吗 别演戏了 别让我把这些事情都戳穿 对吧 如果你们再逼我 我就真的戳穿了 我不顾汪小飞 他天天拦着我 门都没有了 不可能的 你们太狠了 那是他的亲妈 他必须有责任 带着这点 健康的成长 暑假残假 为什么不能回来看奶奶呢 别那么脏心眼 我是一个有道德水准的人 我如果把两个奴到北京 我天打五雷轰 我不是那种人 但是 必须要看爸爸 看奶奶呀 你们不能太自私了 你们管一天孩子了吗 24小时都是阿姨带着 对吧 你们别在这天天演戏了 原本22日 嚷嚷着要来台的汪小飞 被最强狗仔葛斯奇报 根本没签证 威娘的蓝姐 真的是瞎操心了 不能去 绝对不能去 现在哪能往那去 鲨鱼嘴里头送谁去 除非我 除非我 带着高尔夫 七号铁 我去 除非我去 高尔夫七号铁 你看我怎么认他 我现在就约好了 那姓 那叫什么 姓什么的 姓橘的 那块料 我给你约好了 你看 你到机场接我来 带着你的所有的长枪短炮 看我怎么捋你 看我怎么撕你嘴 让你胡说八道 日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绝对不能去 我去顺便 我去顺便 我去顺便